当你的人生身陷重悲,四面楚歌,困恶潦倒之际,是否相信会有匹基泰来的转机? 我们一直相信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的道理,那么匹基泰来是否真的一定会来? 怎样做才能匹基泰来呢? 今天我们来讲讲,关于匹基泰来的真相,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是灵柔分离的,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如此的痴迷物质,过度追逐物质,好像没有的物质,也就是钱,车,房这些作为支撑,生命就变得毫无价值一样, 过度追逐外在有形物质,意味着人们几乎把所有宝贵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获得更多的物质,这从大部分人共同的价值观上,就能看得出来。 比如,从找另一半上,不是把人品,价值观正不正,责任心,真诚,谦逊和道德,这些品质放在第一位, 而是先看对方有没有车房,有没有存款,是不是高小毕业,原生家庭够不够有实力,从和朋友或者他人的为人处事上,有太多的精致利己主义, 反做什么事,首先考虑自己能获得什么,很少思考利己的同时,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或损害到他人的利益,只想着赶紧得到自己想要的。 作为人,我们的选择是自由的,我并不是想凸显出选择的对错,而是想让大家看到,这里面暗藏着的更深层的内容, 过度追求物质意味着,在和自己的灵魂渐行渐远,断开连接, 这意味着,你作为一个高级灵魂选择到人间,就是来体验,来创造,来进阶,来圆满自己的,可当体验到, 金钱,名牌包包,富贵人家的时候,你深深地背低自己好几个唯独的物质,给牵绊住了,沉纹在这一关过不了, 结局是什么?你会完全忘记自己来这一趟的目的,完全忘记了自己是高级灵魂, 你本自带有无限的能量,创造力和智慧,所有的信息,都一直在你这个心之海洋里存储着, 等待着你去启动,可你却以为变负有权有势,才是你的终极目标, 这就是很多人虽然得到了钱财,却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和真实的自己, 灵的连接变成一个被物质操控的奴隶的原因, 过度追逐物质的底层,是内在深深的匮乏,恐惧,使小我担心自己没有存在感, 担心自己得不到这些物质支持,就会活不下去,他不相信自己是丰盛的, 所以,我经常打笔放,小我就像我们三五岁左右时候的状态, 很天真的以为,家人如果不认可自己,就会被抛弃掉,就会死掉,就会活不下去, 可事实上,很多我们以为会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小还没成熟的视角, 在盲目假设,自己加自己,就像以为别人会带来伤害, 为了保护自己,而先攻击别人的那些不可观认知,是一样的逻辑, 而我们的真我,高我,是无有恐怖,是丰盛的,只有在你这个智慧体, 也认可小我的歪曲想法,放纵它去任性的时候, 你才会认同,只要面对恐惧,就会让你粉身碎骨的错误假设, 正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 却把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当作神明, 这背离了宇宙最基本的规律, 我们越来越对自己没耐心, 于是物质极度丰盛,精神空前匮乏, 进入了焦虑的深渊, 但是你要知道, 宇宙大道公开的秘密是, 物极必反, 体极太来, 有时候, 当生活的重压和挫折接踵而至,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焦虑, 孤单, 好像被排挤, 孤立于困境之中,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 大运来临的预兆, 当你感到焦虑, 孤单被排挤, 被孤立有负债被欺负, 甚至走到谷底, 这时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叫脾极太来, 撑住了顶住了你就开始翻身了, 脾极太来, 这句话蕴含着古人, 对于人生境遇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面对低谷, 困境和挫折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大好转机即将到来的前兆, 在生活中, 谁都会遇到种种难题, 似乎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 或许是工作上的挫折, 人际关系的困扰, 甚至是财务上的压力, 这时焦虑和挫败感便会像潮水般涌来, 然而, 让我们停下来, 换个角度看待这些困境, 体积太来并非简单的安慰, 而是蕴含着生活的深刻哲理, 想象一颗种子, 它在黑暗的土壤中艰难生长, 但正是这种压迫, 让它扎根, 发芽, 最终开出绚丽的花朵, 我们就像这颗种子, 逆境是成长的催化剂, 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更睿智的机会, 回想历史上的许多伟人, 他们大多在逆境中崛起, 悲惨的童年并未阻挡达芬起, 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挫折并未击倒拿破仑, 而是塑造了他伟大的军事天赋,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匹吉泰来的背后, 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和变革, 然而, 要想从困境中造出, 不仅需要坚韧的意志, 更需要智慧的应对,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逆境, 在挫折中寻找机会,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这是匹吉泰来真正的内涵, 当我们以积极, 乐观的态度应对困境时, 往往能够在逆境中找到转机, 终究, 匹吉泰来并非等待命运的恩赐, 而是一种心态和行动的转变, 在困境中保持勇气和乐观, 不轻言放弃, 坚信逆境会迎来转机, 这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人生旅途中, 困难和逆境或许无法避免, 但如何面对和超越它们, 却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痛到极致, 就是开悟的契机, 我们的时代, 正是一经上前上昆下的佛卦, 走向昆上前下的太卦的, 匹吉泰来的这场英雄之旅上, 爱与美的力量, 正是这个扭转乾坤太极的, 乾坤大挪移之道, 集体意识的觉醒, 将势不可挡,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里面, 最低层级的生理, 吃住行需求上我们已经满足, 而网上的归属, 爱和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 已是大势所趋, 成为我们全人类觉醒, 进化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如果说我们人活着, 上半场是围绕着业力, 围绕着小我, 围绕着恐惧情绪转, 围绕着物转, 那么在2024年, 九字里火运的到来, 意味着进入中场, 也就是围绕共振高我, 围绕精神扬升, 进入从被动到主动, 从无意识到意识醒悟的, 意识转化之旅, 这对那些, 坚守着赤子本心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 做人讲诚信, 有口碑, 守得, 还有懂感恩的人, 将是一场红运当头的机遇, 因为这把火, 会把好人运得更好, 同时会烧掉, 淘汰掉那些, 为了利益而科技于狠活的存在, 那些沉浮的旧思想旧秩序, 还有带来恶性循环的旧习惯旧模式, 将土崩瓦解, 而真正顺势而为的人, 会借助这场大运修, 修天人合一, 修身心灵合一, 走在自己真正的灵魂使命上, 发光发热, 并辐射他人, 生命总会在某些关键节点迎来转机, 我很庆幸我在最恰当的时间节点, 踏上了这趟身心灵实修的英雄之旅, 因为正是这种转折, 让我有勇气和动力, 去一根根拔掉扎向自己身上的刺, 以前我们被家人, 老师, 亲戚朋友教导, 你应该怎样, 不应该怎样, 小时候, 我们的三观未形成不稳定, 就潜移默化地接收了那些, 所谓的都是为你好的观点, 可如今得我们, 早已不再是小学一年级的水平, 我们有独立意识, 有能力也有权力, 为自己想要的人生版本负责, 勇敢地向内探索, 不要再逃避自己, 那些错误的习性毫无营养, 且消耗生命力, 你只是习惯了懒惰, 但并不是非它不可,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 能生产爱和美的好习惯, 值得你去启动和养成, 就算这场生命体验无人知晓, 也很平凡, 那又怎样, 毕竟这一场的人生, 仅此一次, 当然要在自己意愿和热爱的领域上, 轰轰烈烈地大展拳脚, 尽可能减少遗憾地活着, 生命本就是来体验的, 太过执着于某一个关卡, 就真的把自己关在卡里面了, 所以,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尽情燃烧, 美地时间, 美丽叠扁, 让人生明明白白, 所以说, 天地一倒转就有否转态, 这就叫做扭转乾坤, 如何做才能扭转乾坤, 体积太来呢, 除了宇宙的关键节点, 还有你自身存在的八步足, 若努力填平, 才能够看出生机, 体积太来, 周易中体积太来的变化思想, 否有不足的含义, 太是通达, 意思是说, 不足道的极限就是通达, 所以, 唐朝诗人为装有诗云, 体积太来终可待, 则不足又给以人希望, 清朝藏书家报庭博, 便已知不足名其债, 已是其虚心求学, 好学不倦的志向, 尚书大告中说, 千受益, 满招损, 千就是保持不足, 满就只过分, 一亿亦损, 也正说明不足为甚好, 我们经常会感觉活得很累, 因为要思考太多的事情, 有太多令人不满的事情, 会让你发怒, 太多的误会去澄清, 太多细节想去查证, 日复一日, 盈盈狗狗, 许多烦忧挂在心头, 所以清代明晨陈洪某, 在养正遗归中告诉我们, 这都是由于八不足造成的, 财不足则多谋, 食不足则多虑, 微不足则多怒, 信不足则多严, 永不足则多老, 名不足则多茶, 礼不足则多贬, 情不足则多疑, 人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并努力改正, 努力填平, 以致发展为自己的优势, 体积太来, 迈向人生更高成就, 一, 财不足则多谋, 我们遇事经常非杀思量, 难以决断, 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我们财学不足的表现, 财学积累到一定程度, 完全可以借理前人的经验, 在前人智慧中迅速找到解决方法, 当断极端, 不受其乱, 现代社会虽然发达, 可是人们的忙碌程度并没有降低, 许多人觉得自己脑力不够, 不足以应付面对的问题, 一旦有时间闲适下来, 则由于懒惰的原因, 要么只顾着吃喝玩乐, 要么只顾着睡大觉, 完全不懂得增长自己的学识, 欲试就忙乱慌张, 菜根坛中有盐, 闲中不放过, 忙处有受用, 静中不落空, 洞处有受用, 暗中不欺隐, 明处有受用, 只有在空闲时多读书, 努力精进, 方可补充脑力, 欲使沉着应对, 二, 实不足则多虑, 见识不足难以决断, 就会思虑过度, 担忧狐疑, 没有安全感, 见识, 是在自身才学和经验上, 发展起来的品质, 代表人的眼界, 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多虑, 指的是对未来的担忧, 不知道前路如何, 如果见识足够, 就会知道, 未来不过是现在的延续, 专心过好当下生活, 一切疑虑都可以消除,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 多思多虑, 惶恐不安的生活, 并不是外界给我们的, 而是自己见识浅薄, 见解偏颇造成的, 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要充实自己, 开阔眼界, 最好的方法, 如前人所说, 读经常学问, 读识长见识, 多读史术, 借鉴祖先五千年的智慧经验, 遇到事情自然心开意见, 知道如何应对处理, 不用担心忧虑, 三, 微不足则多怒, 很多时候人们发怒, 是因为感觉到别人不尊重他, 他需要采取极端的手段, 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就是微信不足的表现, 可是这样的发怒, 更加暴露出, 自己德性的欠缺, 厚德载悟, 威望都是从德性而来, 道德的力量, 可以设服一切大众, 而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的人, 表现出的必定是, 谦虚恭敬和平易近人, 哪里会用愤怒, 去招中人的怨恨呢? 现实中, 越是没资格, 没实力发脾气的人, 脾气越是大的惊人, 杜月生说过, 莫当人, 没本事, 大脾气, 说的就是此类人, 通常情况下, 当一个人受到了挫折, 就容易产生愤怒, 愤怒又导致人充满了攻击性, 没有实力的人, 当然更容易在现实中受挫, 所有没有实力, 却又无神大智慧的凡夫俗子, 他们过着满是伤痕的人生, 只能做看自己怒一吃生, 他们再没有别的本事让人惊重, 这样的怒火更像是在痛恨自己的无能, 可没人在意他们的脾气, 反而让他们突然收获了羞辱和嘲笑, 然后怒火反神内心, 那便是自怨自意, 自伤自怜, 当他们真正拥抱了实力, 那时, 却已无发怒的必要了, 当一个人受到的尊敬, 发自他人的真心, 他修炼出包容的涵养来, 还奇怪吗? 死, 信不足则多言, 已经有言,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舵, 有思想修养的人, 语言简洁, 不乱发疑论, 而性情浮躁的人, 滔滔不绝, 血言之无误, 吉利之君子, 要树立威望, 慎言才吉利, 吉人才慎言, 晚清明晨曾过番, 在给他弟弟的书情中也指出, 普通人有两大凶德和弱点, 傲慢和话多, 某种程度上说, 年轻的曾国藩, 也犯过傲慢和多言的错误, 但他都能在事后认真反省, 改正, 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格, 所以曾国藩说的凶德之败者, 是他从人生经验中, 总结出来的宝贵训诫, 曾国藩的借多言源于一件小事, 当时他刚进入汉林园不久, 正春风得意, 一次再给父亲过生日时, 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山夸夸其谈, 有些得意忘形, 结果引起郑小山反感, 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 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 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 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 还跟人抢遍, 甚至到了不尽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 曾国藩说, 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 连礼记里说的, 恶言不出于口, 愤言不返于深的道理, 都参不透, 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 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五, 永不足则多劳, 兢兢业业, 劳心劳力的人, 看起来好像很有干净, 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的人, 坐视未缩, 拖泥带水, 只能被实行锁牢, 注定平庸一生, 何谓真正的勇气, 凭借内心持守的一份真气, 一股坐气而成事, 必其功于一意, 事半而功倍, 岁月无痕, 人生苦短, 与其广众博书式的平庸生活, 不如集中精力, 鼓起勇气, 做好一件事而成就伟大, 优秀于平凡者的差异, 就在于优秀者往往能够一股坐气, 以优势精力做好一件事, 而平凡者以平均精力做许多的事, 结果什么事都做不好, 古人言为经唯一, 就是要告诫我们, 要把心思镇定下来, 专精于一事, 这当然是很难做的, 然而越优秀的人, 偏偏越会鼓起勇气, 征服难做的事, 专心做好一件事, 面包就会来, 荣誉也会来, 该给你的礼物, 命运一样都不会忘记, 专心做好一件事, 如规划自己的一生, 即使失败, 也应无憾, 六, 名不足则多茶, 做事的时候, 往往有很多细节,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而这就是名不足的表现, 明指的是, 明察秋毫, 动若观火的智慧, 古人说, 泰山不拒细攘, 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身, 一个人的教养与尊贵, 全体现在细节处, 把你说的不对, 统统改成对, 不要轻易否定他人, 肯定对方的观点, 再给出不同的见解, 你可以偶尔和朋友开个玩笑, 但绝不可拿他喜欢的东西开玩笑, 初次见面, 一定要努力记住别人的名字, 很多人说, 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 其实你不是记不住, 而是不在意, 你在愤怒, 也不能说真正伤害对方自尊的话, 越熟悉得人, 反而越了解对方的死穴, 但不要因为熟悉而伤害别人, 看破, 但不点破, 给别人留一点余地, 发现对方说错话或者说谎, 不要当面拆穿, 即便是那个最终伤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忙后, 不经意间踩到了柜子手的脚, 也会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 如此难得的尊贵, 虽说将生命输给了历史, 却将尊贵留给了千秋后世, 其理不足则多变, 天和言在, 四十行言, 百物生言, 天和言在, 掌握大道之理的人, 不需多做辩驳, 时间会证明他们的正确, 他们只需默默耕耘, 等待收获成果的一天, 经验众人, 而本身无理之人, 没有底线原则, 多巧言吝啬, 其实只不过是遮掩自己空虚的实质, 盲目地张扬自己的本事, 亮出全部的看家本事, 正如继穷的前驴, 让真正具有本事的老虎一口吃掉, 这些人往往私心杂念太重, 名利思想太浓, 如果事业不成, 就可能会身败名裂, 而有的人却选择韬光养晦, 不让自己的锋芒太露, 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不到, 更不会轻易追求自己气量之上的名利, 而是默默养身机后, 让每一次的成功都水到渠成, 八, 情不足则多矣, 矣就是礼仪, 礼仪是用来规范人际关系的, 越是陌生的人, 越需要以礼仪对待, 感情深厚的两人, 大可以坦诚相见, 王维在《基于网川庄》中写道, 爷老与人争喜罢, 海鸥和事更相依, 用真心待人者, 才可以享受与人争喜的快乐, 孔子云, 礼者, 敬人也, 所谓礼节, 并非阿谀奉承的繁文如节, 不过是内心保持着对人的基本尊重与敬意, 论语有云, 人无礼, 无遗利, 说的是, 不学礼, 就不懂得怎样立身, 论语又云, 敬人者, 人恒敬致, 说的是, 尊重别人的人, 也能一直得到别人的尊重, 不懂礼貌的人, 究竟吃亏在哪里, 他们要么对礼仪不懈不顾, 视之为惺惺作态的繁文如节, 要么趋以逢迎, 用力过忙, 堪称快速上升的手段与捷径, 记住, 礼仪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的敬意与敬畏, 道德经有言,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 自然之道, 在于追求平等发展, 均衡持重, 人应该效法自然, 因为按照牧童理论, 限制人发展的关键, 往往就是他的短板, 及他的不足之处, 对于个人发展而言, 扬长臂短也许不是坏事, 但人的可贵之处, 在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短处, 努力改正, 知道自己哪里不足了, 努力填平, 乃至发展为自己的优势, 才能迈向人生更大的成就, 而人生处在低谷期, 除了改正以上八点, 还要做好六件事, 占得先机, 让过去的完全回去, 才能开始新的开始, 静天道顺天时, 天人和身心和, 心神和万物生, 越是低谷, 越是要身体归位, 精神回收魅凡内照, 潜伏必藏养精虚锐, 掌养善根, 根基深厚, 厚积勃发, 必利人和, 扶摇直上, 出路决定思路, 意识改变命运, 物极必反, 体积派来, 心就交替, 不破不立, 以轻, 精神极简, 勇敢断舍离, 为生活做减法, 扔掉一切该扔的东西, 与旧人就是彻底切割, 不再留恋, 不再纠缠, 不再攀附攀缘, 身心清爽前行, 二, 静, 干净纯粹, 干净自己的环境, 净化自己的朋友圈, 纯粹自己的意识, 洗心革面, 成名透亮, 虚视生白, 吉祥直指, 为自己的精神腾出 更多光明空间, 散, 藏, 和光同尘, 该收藏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收藏, 藏是一种大智慧, 藏身藏颜藏气, 精神回首内敛, 向内生长, 静默内观, 少言甚言, 在悄无声息中修养生息, 四, 立, 何以终正, 精神回收, 完全回到身体中央, 把智成心念力起来, 把光明蓝图立起来, 把定海神针立起来, 在良知指引下, 悄悄规划自己的事业目标, 五, 阳, 链接天地, 沟通万物, 仰望蓝天虚空, 减少精神外好, 远离精神内好, 一心一意地养好自己精气神, 静坐冥想, 坚持战装, 正念行走, 全面管理提升能量场, 六, 善, 念念皆善, 智慧不失, 日行一善, 表达爱, 传播爱, 不断给出, 善护自己的心念, 身口一皆善, 对环境中的人事物, 时刻发出良善祝福信息, 处处种下美好的意念种子, 以不变应万变, 新光明则一切光明, 越是低谷时, 越是修心时, 无论处境如何困难, 都要不急不躁, 不忧不惧, 开合有度, 收放自如, 困境绝境中, 你的信念, 你的愿力, 你的使命, 你的热爱, 你的德性, 你的每一个纯粹光明的念头, 才是你的金刚护体, 真正的强者, 无论外在如何变动, 都会回收一切资源, 回到身体本身, 归位中正, 归位中正, 执意手中, 如如不动, 以身心内核的整体稳定性, 超越外在世界的纷繁复杂, 身体里藏着一切的人生智慧, 回到内在工程, 韬光养晦, 保身立命, 和光同尘, 这是底层逻辑, 也是很多人没有参透的核心智慧。